德国今年初和尼日利亚签署协议 承诺归还早年从尼日利亚被盗走的上千件古文物 德国代表星期二非底尼日利亚首都阿布甲 顺利将20件珍贵的贝宁青铜器交还尼日利亚 成为最新一个归还原主户归原主的欧洲国家 尼日利亚外交部长奥尼亚马 从德国外交部手中贝博宁手中 接过了20件艺术品 这项曾在德国博物馆展出几十年的艺术品 即便秀气斑驳但是也完好无损 德国外长随后在记者会上说 尼日利亚人的损失难以言喻 但是今天这些青铜器顺利归还所属地 也象征归还尼日利亚人民 欧洲国家19世纪争相殖民非洲大陆 英军更在1897年洗劫贝宁网宫 数以千计件的贝宁青铜器 从此跨洋散落欧洲 西日的贝宁王国就位于现今的尼日利亚境内